童年 正辉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等我一下啊 我把衣服晾完 出去找你 来 你怎么在这儿 我刚才不是说出去找你吗 这是女生宿舍 我有些事想找你聊聊 方便吗 方便 你进来吧 就是 这里太乱了 没收拾 不好意思 你随便坐啊 这是 忙着谈恋爱吧 而且我也不相信 那个叫韩商严的 没有进过你的房间 她是进过我房间 你 你误会了 韩商严不是那种人 她对我什么都没做 真的 你误会了 所以呢 你觉得她只把你当做一个 崇拜她的小妹妹 还是她夺去冠军路上 空闲时候的一个附属品 师兄 我觉得今天 我们在这儿不适合聊天 你 你 我现在身体有点不舒服 要不然这样 你先回去 改天我请你喝咖啡 你看行吗 童年 你好好看着我 你为什么不能好好注视我一下呢 我在看着你的 我在看着你啊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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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喜欢了两年 整整两年 你难道感觉不到我对你的好吗 而且不论是 学问 气质 年龄 还有所学专业 我 我才是最适合你那个人啊 而且 而且我一定会赚更多的钱 我会变得更好 我会超越她 我 我会给你幸福 我会尽自己所 我知道了 师哥 我知道你以后会赚很多的钱 我知道你以后会变得很好 你当然会很好 但那不是我想要的 那不是我想要的 我谢谢你喜欢我 但我们就在这儿了可以吗 我们就到这里吧 为什么 为什么 我 我到底哪里比不上韩上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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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 我可以改啊 童年 没有 你很好 这婚姻真的很好 但是你知道两个人在一起 是什么感觉吗 我跟韩上妍在一起 我们俩是一种感觉 一种默契 我们从来不需要说任何的话 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我跟她在一起以后 我甚至根本不在意 是不是她给我的不够多 反而我更加担心 是不是我给她的太少了 我跟她在一起 只希望她能够快乐 开心 我希望她每一天 都会更加地开心更快乐 所以你就那么确定 你确定你喜欢她 我爱她 我很爱很爱她 我一天比一天更爱她 我最近很不好过好 我现在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的 我就想求你给我个机会 你给我个机会可以吗 拜托 谢谢你喜欢我 但是我相信 未来会有更好的女孩 比我更适合你 一定会有的 加油好吗 对不起 正辉 对不起 看着正辉的背影 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我爱韩商严 不是因为她是世人皆知的杠神 而是我真真实实感受得到她的悲伤快乐 我想要陪着她一起朝她的梦想而努力 谢谢你